6月29日 去年的今天是柔道男童离世的日子 一年过后 法院今天将教练何从乐 以伤害致死罪判刑9年 不过男童的爸妈都认为 这样的判决太轻了 原则上我会再提起上诉 对这个9年 我没有办法接受 被告 他一直在撒谎 然后一直的 根本一点反省都没有 他跟法官讲了一句话 因为媒体的大事学乃 他活到70岁 他的人生变黑白 我想请问你 我失去了一个孩子 我的人生是什么 回顾事件当时 何从乐不满7岁的男童 不愿意练习柔道动作 竟然直接抓起他 连续做了20几个过肩摔 过程中男童大哭哀嚎 头很痛 何从乐却认为他在假装 后来男童开始呕吐 教练仍然不为所动 要求四年级的学长 继续对男童 做柔道动作 直到男童陷入昏迷 才紧急将人送医 最后他颅内严重出血 经历70天的治疗 仍然回天法术 如今教练遭判刑9年 家属之夫判太轻 男童妈妈表示 要提上诉 爸爸更说 应该要一命换一命 律师则表示 这个刑期 的确可以再好好挣择 那我想分几个面向讨论 第一点是说 在法官的认定上 它是所谓的伤害致死罪 那么我们先区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这个案件在个案认定上 它是伤害致死罪 还是所谓的杀人罪的 未必故意的一个犯罪 那这个涉及到一个 个案的认定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 我们在整理的时候 在法院认定上 它是一个杀人的未必故意 那它的刑则就绝绝 不仅比所谓的九年 但是如果它在法官的认定上 它是所谓的伤害致死罪 那依照我国的刑法 277条的一个规定 它的法律的规定的刑度 是在无期扶行 或者是7年以上有期扶行 那法院它这样的两组的部分 在一般司法实物上 可能的刑度会大概落在 这样的一个区间 8年 9年 10年 11年之间 所以在材料上 或许我觉得它还有在斟酌的空间 可是其实我们要在思考的是 在和同级少年福利尹 权益保障法的112条 它的名文 它甚至于是希望法院的法庭要求 它要加重执行至1分之1 因此我的一个观点会认为说 我认为量刑上其实应该是在 尽管实物上是这样的一个 量刑的区间 但我认为应该是必须要在 加重其刑 然后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现象 是整个刑事故送的制度 或是刑事故送法 我们看到的是被告 在刑事故送法的地位跟权利 其实往往比被害人 在法律上的地位跟权利还要高 这个天平我们其实看到 它是有一个失衡的一个现象 比较让人家难过的就是说 即便在台湾的司法实物上 目前杀人罪 伤害致死罪 它的刑度会有大的差距 甚至于所谓的杀人罪的时候 就算成立 在司法实物上其实要判死刑 其实也相对的不容易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司法实物上要去制度要去管理调整 跟文化要改变的地方 就是如果要上诉的话 我想有几点建议 然后三点建议 第一个在程序上 收到的话如果要请求 假官上诉那动作要快 第二点是说关于所谓的 请求假官上诉的理由 那法律规定要提出具体 那当然还是要看这个案件 它的判决的认定的事实 以及我们的主张而定 那至少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说在所谓认定的罪名的上面 它是认定上是真的是 所谓的伤害致重伤罪 还是是一个杀人罪的未必故意 那这个其实也要看 我们家属 被害人家属的主张 跟假官的看法 也就是说罪名不同 会影响后面的刑度 即便是所谓的伤害致重伤 的一个刑责 那我的建议是说 至少我们可以强化 被害人的部分 我们是儿童 国家必须要尽可能的 去确保儿童的生存性发展 以及说这件事件 其实犯罪所造成的损害 还有我们今天 被害人家属受的痛苦 还有这整个事件 是我们国家 大家鼓勵的事件 对于社会的影响 那我想这个面向的部分 都要具体的陈述出来 提出假官来帮被害人去抗争 那这样法院来鼓勵上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轻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软联盘